南非計劃星期四為反種族隔離英雄前南非總統曼德拉的生日舉行聖大慶祝活動 這一日亦被稱為曼德拉日 曼德拉日一直以來被南非定為國際服務日 公眾在這一日會做67分鐘線事 紀念曼德拉為爭取社會公正而奮鬥67年 慶祝曼德拉95歲生日的活動在今星期初開始 約翰萊斯堡一間貧窮學校今年亦慶祝建校95周年 學生以合唱的方式紀念曼德拉 這間學校所處位置的社區和曼德拉當然一樣反對種族隔離 這個地區當時維抗種族隔離政策堅持成為一個混合種族社區 目前曼德拉在比勒塔利亞醫院接受治療 有關官員說曼德拉的情況危急大穩定 曼德拉的女生期星期三對她父親的身體狀況表示樂觀 她是做得非常好 她是做得很驚訝的發展 我們當時都很慌張 我們都很慌張 我們都準備好了 但她每天都繼續驚訝我們 我昨天見她昨天 我和我母親 她在看電影 她在看電影 她的手機 她給我們一大笑 她非常好回應 新奇又說曼德拉想離開醫院回家 他正在那裡 同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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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並不認為他會感到舒適 在醫院的環境 他很期待回家 我們一直跟他說 每天都要健康 我們必須要健康 我們必須要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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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並不確定他會回家 我們明天都要在家裡 但我認為會很快 前南非總統曼德拉為結束 種族歧視和白人統治等政策 而在南非備受尊敬 在被監禁27年後 曼德拉在199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並且之後被選為南非首名黑人總統 為營和平獎 為營運 的 為營運